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有没有没睡 今天星期日 字幕志愿者 睁眼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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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朋友进来 星期日晚 香港是星期日晚 晚上 十一点钟 沒有遲到的 但是呢 因為昨天 大家見到我出去了 帶大家走這個 Stokholm的舊城區 介紹一下Stokholm 簡簡單單的 所以就沒有做直播 今天是星期日晚才來直播 可能觀眾少些 明早大家都準時上班 大家都是乖孩子 準時上學 乖的員工 大家早時上班 風雨不改我們香港人 四人塌樓都要上班 所以 Hello, Hello, Nicholas Ho Hi 見到很多人進來 陳樂軒,汪 Harry Dicky Love Support,明天Fee 什麼明天Fee 明天考試 明天考試 Mid Term 現在11點 不過不要緊,你是否下午 你是否下午 你不要說早上 你早上應該睡覺 雖然這些大學生 我當年都不睡覺 你Mid Term 剛剛 剛剛要說什麼 有很多事情要說 就寫了一些包子 今天想說一下 這個 放射性 還有這個電磁波 你看到這個題目 Physics, Mechanics Mechanics不要緊 4月1號考 Nicolas說 4月1號是什麼 遇人知 遇人知騙你 他就不考的 不用玩了 是不是 說笑而已 千萬不要當真 後日 IEM 每個人都Mid Term 汪 Harry 現在 是嗎 現在叫你Mid Term 還爆你 爆你出來 什麼叫GGED 我那時候見人家說GGED 我是老餅 我不知道你們說什麼 可以解釋一下 什麼叫GGED 真的不懂 Hi Tony 講電磁 電磁 功率 功率 是 power 什麼都關於功率的 今天講放射性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放射性 和電磁波 有什麼分別 神經病 有串錯字 為什麼經常串錯字 Radio Active 是T 是Loun 是嗎 放射性 如果是 如果是Adjective 就是RadioActive 你經常聽到 那些物質 是放射性的 就是RadioActive 但是和電磁波 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等於 兩個 就是電磁 寫得 令人更害怕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很害怕 電磁輻射 電磁輻射 很恐怖 有輻射這個字 電磁輻射是什麼 Electro magnetic 電同磁 Radiation Radiation 哇 Radiation 一說Radiation 就很害怕 是不是智囊的 是不是智囊的 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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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麻煩了 真的開玩笑 大家記住睡覺 星期日 你們溫書 是不是寫補貨 大哥 還有10天 4月1號 加油 大家DSE 要不要到時打電話上電台 和大家打氣 DSE考 考 DSE 考 Physics 是不能打氣的 有沒有有沒有的 會不會在會場上 不好意思 突然間 現在這個 這個 收到一個外國來的 這個電訊 是不是 這個預博 祝大家考試信 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 有人知道 有沒有什麼分別 這兩個 Radio Activity 和Radio Active 和 HR Magnetic Radiation 就是 Radio Activity 和 Radiation 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一樣的 兩樣東西 是不是講得都自然的 多謝Game Over 意思 GG 是多謝Game Over 多謝Game Over 是呀 是呀 我知 Game Over 有沒有搞錯 我還沒過 明天 這樣就好 Net Trend Physics but what what you say is related to syllabus 是的 我當然講的是 關於DSE 那些 其實這些是基本物理 大家都要認識的 是不是 但是我不是教大家考試 大家考試 記住去Net Trend Physics 那裡問 是不是 那些 他熟很多 那 我已經想了很久 怎麼解釋呢 你看到我之前 前幾個星期 我們狂貼一些新聞 有人就說 這個手機的訊號 是不是 這個手機 iPhone的訊號 就會滋癌的 就是 手機 不是手機訊號 它是說 手機 連接到 大廈的天台 有個天台 大廈 天台有個發射塔 有很多發射塔 好像裝了不知二十個 還是多少個 超級多個 頂樓的一家人 就很不幸地 身體就不太好 又患了癌症 也很悲哀的 希望他們及早康復 跟傳媒說的大事宣揚的發射站 發射器會指癌呢 有沒有關係呢 究竟是否真的指癌呢 那這件事呢 你之前見到我們都貼了很多 這個 解惑的一些文章出來 科普的文章 講一下究竟是否真的會指癌 但是呢 今天就想和這個 用大家 就是告訴大家 那些真正的物理 為什麼 我寫一篇文章給你聽 說它不會指癌的 大家放心 那你都會不明白 你說不指癌就是不指癌 就是科學 科學 我專家說的話 是 就是有多些支持 但是不一定是對的 那這個是合理的 就是我講的東西不一定是對的 我講完可能都是錯的 大家自己回去再思考 再找資料 剛剛 那我就畫一張很簡單的圖 這個歸納一下 那如果這個圈呢 如果這個圈呢 是代表什麼 如果這個圈呢 是代表輻射 的話呢 就是所有會輻射 所有的輻射 所有的輻射 都是這個圈 是不是 就是這個 radiation 就是這個圈裡面 所有的都是輻射 那究竟什麼是放射性 那放射性呢 那放射性呢 就不一定是輻射 而輻射呢 痴巴筋 放射性呢 是輻射 但是輻射不一定是放射性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爸爸有騷 但是有騷 也不一定是你爸爸 是不是 那如果畫一個這樣的 Van diagram 我們叫做 就會是這樣 那放射性呢 就在裡面 就是會有放射性的 這個物理現象呢 就不一定是輻射來的 那呢 說這兩個呢 不足以解決大家的疑難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我想知道我會不會 會不會生癌症 合理的 這樣問 那再細分 再細分 就是 放射性呢 就是 都很 很肯定 都是會對身體有害 有影響的 是不是 但是呢 輻射呢 就不一定對身體有影響 有害的 有些輻射是沒有害的 那所以如果呢 我淺色筆 畫了 割開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就是有害的 但是呢 可以是沒有害的 有一部分的輻射是沒有害的 沒有害 寫廣東話 剛剛 而呢 會再解釋就是 放射性之中 都有兩種不同的放射性 大家都要留意的 是不是 有一種的放射性 就是大家聽過很多次了 就是要做這個 電離的輻射 是不是 電離的輻射 輻射 有輻射這個字 又很恐怖了 另外一個當然是非電離 是不是 分電離和非電離 放射性都 對不對 不懂寫中文 輻射 對 但是呢 不一定是放射性才是電離 有些輻射都是 有些非放射性的輻射 都是電離的 可以這樣滑上來 這樣滑上來 所以這一部分 電離輻射 以前 我們知道 前幾篇的文章 大部分 都是集中在說電離輻射 有些人就會說 非電離輻射會不會有害 怎樣怎樣 有些人就會出來解話 不會的 其實 真正是沒有這麼簡單 所以我畫這張圖已經很複雜了 已經 大部分 之前說 討論的地方 都是這一節 放射性 引致的電離輻射 或者是 非放射性 不是 videal active 的 substance 令到 整出來的電離輻射 這個 highlight了這一節 就是電離輻射 電離輻射 有些是 不是放射性引起 有些是放射性引起 但是 電離輻射 就是有害 這個也很肯定 但是 非電離輻射 就不代表一定是沒有害 非電離輻射就是這邊 很難劃分 非電離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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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非電離輻射 它不是一個 真的合在一起的圈圈 或者是這裡連連 這裡連連 在一起 這樣 是這樣的 有些輻射是有害的 但是 是電離 有些是沒有害的 就是 非電離 但是也有些是有害的 的電離 和非電離 就是 你不可以只看這個字 究竟它是否電離 去決定它們是否有害的 OK 一會兒會有說 一些叫中子的輻射 那些是非電離的 但是是非常之有害的 是的 就是這樣 有害非電離 非電離 輻射 都多餘我 這個圈可以掛過來 是很複雜的 總之就是 告訴你 很複雜的 那你就不可以直接 只看一兩個字 就可以知道 究竟 那一種 的 放射性的物質 或者是 輻射 是不是有害 那你要看一下 它實際上 它的物理是什麼 那 首先說 什麼是 什麼是 電離輻射 先 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 因為前幾篇文章 每個人都在說 這個 電離輻射 首先要知道 什麼是電離 這個詞語 分開兩節 電離的輻射 那什麼是電離 什麼是輻射 先說一下電離 如果你說電離 首先要說 一個 你知道什麼是 一個原子的結構 我記得 前幾次 好像頭一兩次 轉做這個 講物理 是講過這個 講過這個 拉一拉這個 原子的結構 那 我不講過 最複雜的了 講過 大部分人都會學到 在中學的時候 學到 波爾的模型 波爾的原子 是嗎 模型 以前在 中學會學 現在就是 DSE都應該會學 沒有理由不學 模型 是一個 波爾的 Atomic Model 是嗎 波爾的Atomic Model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叫 那是什麼 很簡單 中間呢 就有很多 一粒粒的蹄子 是不是 有不同顏色的 有兩隻 這樣 這個蹄子 組成的 這個 叫做 原子核 是不是 核的外圍 就有很多 一粒粒 很小的 一點 可以 圍著它轉 是不是 很多點 圍著它轉 這個是錯的 這個不是最準確的 描述 我只是用來做這個 講解 這些是同一個軌道 這個就是 一粒原子的結構 記住 是不合比例的 這個 原子的大小 和這個 原子核的大小 是差了1萬倍 所以如果這個 是原子核的話 如果這個原子的大小 原子核 是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是 一點 或者小一點 看不到的 就是這個一格的屏數 印出來那粒物水 那一格就是 原子核 這麼小 這個是原子暴形 是幫助我們去理解 今天講的 這就是不同的 對 中間有一些 原子核 但外圍 就有一些 小小的那些 叫電子 這些原子核 和電子 都是帶電的 外面的電子 大家知道 就是帶負電的 這個符號就是E- E一個符號 是吧 中間就是一個原子核 通常這個符號就是EZ 去代表 EZ 就是正的 是N的正 是吧 N的正 是吧 因為外面 就有 N粒電子 就有N的負 那裏面 一定要是 平衡 那個電力 那個電荷 所以 如果裡面 如果外面有四粒電子的話 裏面 就一定要是四個正 這樣 即是說 這裏應該要有四粒 如果用深藍色代表 這些質子 那就是有四粒質子 不過現在在講電離 所以就不關中間事 OK 那電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講一粒電子 你可以想像 這個原子有很多層 其實有些層是沒有電子的 有很多層的 它是沒有電子的 層是空的 我們叫Vacon Vacon 即是空 那電子可以跳上跳下 但是你知道 就好像一間屋 你要上一層 是不是你要用能量 你要走上去 你不可以跳下來 你跳下來 你自動跳下去 是不是 你不用用能量 是不是 但是你走上去 你要用能量 對不對 就是說 為什麼你坐地鐵 你向上一定是扶手連梯 你不會走樓梯 但是你下來 走樓梯不要緊 是不是 就是 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呢 那些層不是無限延伸出去的 這些層 那麼他們跳上去 譬如你提供一些能量給他 那麼他就會跳上去 可能這一粒就跳到這裡 那麼你給多些能量 又再跳高一點 但是有一個定律就是 就是什麼 你給的能量 你要剛好是等於 這個 這兩層之間的能量差 OK 他們不是真的一層樓 來的 但是這個 一層層 我們不是用幾層樓去說 我們是用幾多能量去說 OK 那麼他們之間 就有一個能量的差別 那麼如果我們 給 Exactly 這個能量差別 那麼多的能量 這粒電子的話 他就會 Exactly 跳到這層 他收了錢 他就會上這層 但是要Exactly這麼多錢 就好像你抽彈 扭彈 是不是 那麼 那 什麼叫電力 顧名思義就是 這粒電子 離開了這個原子 怎樣離開呢 就是 去到最外最外 最外很多很多層 有一層已經是最盡的了 最盡那層 那麼在外面 就 不受這個 原子核去 束縛的 我們叫做 離開了這個原子 所以就是 叫做電離 就是說 譬如這粒電子 我一跳 跳了出去 無限遠 就是 離開這個原子 離開了 我們叫無限遠 這樣叫做電離 那 所以 就是 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我說電離 是有害 對於我們 的人體 因為它會破壞了 我們人體裡面的 一些 原子的 化學結構 因為人體裡面有很多 有很多 那些叫分子 分子裡面 就是 分子就是很多 不同的原子組成 每一種分子 在我們身體裡面 都有不同的用處 詳細就是 自己看生物學的 這些課本 但如果你電離 它就會破壞了 某一些 分子 很明顯 你破壞了身體裡面的 分子 那當然是有害 所以 電離是有害的 OK 但是 但是 就 有 這個 放射性 對 有幾種不同的 放射性 都會 導致電離 我等一下會說 首先 再講一講 就是這個 原子的結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原子 如果你知道這個表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叫做 周期 元素周期表 periodic table 這個是港大 化學系的 那時候open day 我扮這個 不好意思 化學系 我是扮 新生去拿來的 索封尼亞 不過你們都知道 你們都拿來的 Physics的索尼亞 不過我們Physics的索尼亞 就沒有你們這麼漂亮 你會看到 這個很詳細 我很喜歡 一直放在我自己的 包裝裡面 跟隨著我周圍去 你看到 這個是這個元素 每一格就是一個元素 是不是 有讀過 基礎的科學 都一定有讀過這個表 怎麼看的 這個就複雜一點 我們就只留意 左上角有個數字 1號 2號 3號 這樣 這個不是純粹是號碼 不是亂排的 這個號碼 我們叫做 這個原子敘數 原子敘數 原子敘數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原子核 裡面 有幾粒質子 Proton 每一粒都 帶正電的 所以這個 你看這個 就知道它有幾多個正電 在原子核裡面 另外一個重要的數字 就有教過 叫做這個 這個 質量數 Mass number Atomic mass number 就是這個 有點數的 後面 這個就是 你想像到它幾重 OK 它幾重 我們的定義 就比較複雜 就不說了 定義是用這個 碳去做定義的 不過你不需要理它 OK 你看到 就不是真的 譬如你的Hytogen 氫就是 一粒質子 而它的重量 就是 1.00794 所以你知道 其實一個質子 就大概是這麼重的 OK 那以後 不單止有質子 有中子 如果我用 淺藍色筆畫 這些就是中子 中子我們用N 表示 世界N 這個 譬如 第二格 第二個 這個 元素 就是 我們叫做 Helium Helium 就是 駭 駭 它就有兩粒質子 OK 但是你看到 它的 這個 質量 就不是二的 是 4.002602 很準的 好厲害 那 就就是說 它除了有兩粒質子之外 它還有兩粒中子 是的 那就可以計到 每粒中子和質子的質量 是多少 那你發覺 再加上去 如果你深究一下 你會發覺 越加上去 它的質量 好像不對 那樣的 譬如 某個素 某個 譬如 這個 碳 它有 六粒質子和六粒中子 但你發覺 好像中子的質子 輕了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 就是因為 愛因斯坦的質能 互換定律 那這個 它們之間 它們之間 這些 宗子 互相吸引 那個吸引力 會 跟能量有關 所以 它就 除了 真的有 一粒 一粒 這樣的波 之外 它們之間吸引力 的能量 都要計上去 Mars 那這些 真的好提外話 不說 那你知道 這個表 很簡單 但是 有一些 我們發覺 有一些 在這個 自然界 不一定是 人類做出來的 那些原子 就是 你會發覺 它有 同樣的 Number of Protons 有同樣 那麼多數目的 質子 但是 它 就有 不同 的 質量 那是什麼意思 同樣 數量的 質子 就是同一種 元素 同一種元素 但是 它們 有不同的質量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們的 中子數目 不同 它們的中子數目 不同 所以 我們就稱 這些 這些 原子 叫做 銅位數 Isotops 同位數 顧名思義 是否 同一個位置 在這個 Predactable裡面 的元素 OK 這個 Predactable就是 最普遍的 那一隻 就是最abundant 那一隻 應該是 那個Mask 或者 不知道 它沒有寫到 因為定環是 這個Mask 我不知道 但是 有同位數 譬如 氫 有些叫做重氫 即是氫 本身只有一粒質子 有一種叫做重氫 只有一粒質子 一粒中子 你可以想像到 一粒質子 一粒中子 它的重量 就是重了一倍 但是 它們同樣只有一個 正電荷 所以 它們是同一個元素 但是 是同一個元素 的同位數 有些同位數 就會帶有放射性 包括放射性 這些同位數 我們稱為放射性的同位數 就是一些 在核反應堆裡面 有時候會找到的 一些 同位數 但是其實在大自然裡面 都會有 自然地 都會有這些同位數 譬如 有一種同位數 就是 氮 和碳 的同位數 就是用來做 碳十四的定連法 就是我們 找到一塊古董 幾百萬年前的一塊木 我想知道 究竟真正這塊木 生存的時候 是多久之前 我們就 測量裡面的 碳十四的同位數 去看看它剩下多少 碳十四的同位數 因為它死了之後 它就不會再呼吸 那塊木 這樣的話 它裡面的同位數 就會不斷不斷的 越來越變少 我們叫做衰變 變回正常的同位數 所以我們只要計算一下 究竟它 數一下它裡面 這塊木 裡面有剩下多少 碳十四這種 帶有輻射性的同位數 放射性的同位數 就可以推斷 究竟這塊木 是幾時死的了 這個就是 放射性物理的一些應用 那麼 同位數 就開始說到 這個 這個 這個放射性 剛剛說同位數 原來有些同位數 就是有些原子 是有放射性的 那什麼為之真是放射性呢 放射性呢 如果你想知道 我們要買廣告 一定要看我寫的文章 對不對 我寫的文章 就是在這個 物理商業行裡面 是不是 大家自己上去看 就是這個 你可以找到Facebook 有他們的Page 是不是 有他們自己的物理商業行的Page 是不是 那麼 就有1903年 我寫過一篇 諾貝爾物理獎 我有一個專欄 在這個物理商業行裡面 我的專欄的名字就是這個 發言自然之味 諾貝爾物理獎 1903年 就是頒給 這個 這個物理理獎 就是頒給 三個人 一個 就叫做貝克 另外兩個 就是居禮夫婦 那關於他們三個 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發現了這個放射性 看到貝克 Henry 不懂得讀 Bitcoin 不知道 應該是法文 還有這個 居禮夫婦 Pierre Quer Mere Quer 不知道讀得 對不對 那麼 他們發現了這個放射性 貝克就發現這個 這個 這個 柚 柚 柚的礦物質 柚的礦物質 就會有這個 看不到的一些 光線 或者是輻射 放了出來 這個是他拍的一張照片 就是這些 黑組在底片上 顯影的一些放射性物質 放出來的 輻射 還有這個 居禮夫婦 他們就 因為這樣得獎 所以今天 我們講的 有幾多個原子 每秒 去衰變 都是用 貝克的名字 BQ 去做這個 單位 看到BQ 是一個 國際的單位 標準單位 SI unit 是BQ 這個歷史就是這樣 History 剛剛 有看 有看 張澤林華 多謝多謝 那 對了 VDK 就是一些 同位數 它會是 不穩定的 因為 這個 大自然 有一條定律 很重要的 這條定律 叫什麼呢 叫做低能定律 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 現在 這條定律叫做低能定律 弄好電話 低能定律 這條定律 差點說出口 差點說出口 真的很重要 因為 基本上 你讀物理 讀化學 讀任何科學 都好 這條定律 都會出現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自然 是喜歡低能量 所以叫做低能定律 名字我改的 那 就是 你會發覺 有些同位數 它是 不穩定 而我們發現 不穩定的原因 是因為 它想拋棄一些能量 能量就是什麼 能量就是 大家知道e還是mc2 能量就是質量 他覺得自己太多東西 太多mass 太多質量 太多能量 所以想扔走它 這個 所以它就會分裂 分裂 它分裂出來 是怎樣 譬如有一個 本身是 這個放射性的 一個 帶有放射性的同位數 它就會變成 它就會變成 一個輕少少 的一個 可能是有放射性 或者沒有放射性 如果有放射性的話 繼續分裂 如果沒有就停了 再加一粒 小小小的 粒子 這個就是 核分裂 這個就叫放射性 我們平時所說的放射性 就是 這些東西 即是它彈出來的 這些東西 不一定只是分開兩塊碎片 可能再加一些很高能量的電磁輻射 這個叫γρ 剛剛 就是這樣 所以 有一個 有一個圖表 大家如果喜歡 就可以自己找一下 的上網 就是這個 我們叫做 NA的表 NA的Graph N是什麼呢 N就是這個 中指數 中指數 或者用世界 N A就是Atomic Number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Proton Number 就是質指數 如果我們把我們發現的所有元素 加上他們的同位數 就這個 放上去 即是在這裡 放上去這張圖裏 你會發覺 它就不是斜地上的 你可能會想 多粒中指 就是多粒質子 是不是 就不是的 那麼 如果這條線是45度角 40 次線 45度角 就是說什麼 就是這條線上面 就是 這條線是x 就是 就是說 它 中指數和質指數是相等的 那你會發覺 我們發現的 元素 就是偏向上面的 原子核 我們會 寫到這張圖裏 這個 原子 的核 就會 occupy 這個位置 偏離了 這個 x等於y 對不對 什麼意思 就是說 絕大部分 我們發現的原子核 都是 中指數 比質指數 那你會發覺 喂 喂 所以 質指數 就是 它有多少個電荷 中指數 是沒有電荷的 純粹是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可以想像 有一個東西 多了在這裡 只有質量 所以它的所有化學的 這個 所有化學的 一個特性 都是跟這個 質指數有關的 OK 跟中指數是無關的 就是化學的特性 因為化學特性 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電子的數量 電子的數量 就要平衡質子的數量 所以 就只是跟質子的數量有關 它的元素的化學特性 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 不是一個化學的特性 我們在說放射性 其實是一個 有很多人以為是化學特性 其實不是 是一個物理的特性 是物理學的特性 不關化學的特性 這個 講到最後 中指多於質子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同一種元素 它的同位數 譬如 我們戒開它 戒開它 就是什麼意思 一條直線 就是 它有相同的 質子的數量 就是同一種元素 這個是同的元素 但是它不同的點點 這些呢 有不同的中指數量 這一堆 是不是 就是 這一堆呢 就是 同位數 我剛才所說的 同位數 那 某些同位數 就會傾向 可能它會覺得 我太多中指 它就會扔走那些中指 有些就會覺得 我太少中指 它就會 怎麼辦 太少中指 就不可以吸中指 是不是 有些人 剛才一問你 你就會以為 多了中指 就扔走 少了 就吸回來 不是的 你怎麼吸啊 哪裡有中指給你吸 自然界沒有中指給你吸 對不對 所以呢 太少中指 就不是吸中指 是扔質 sorry 是這個 怎麼說 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張一粒 張一粒 這個 這個 就是 是 怎麼說呢 是這個 吞 吞 同時間 扔這個質子 和中指 扔就質子 和中指 不只是扔中指 剛剛所說的 扔中指 也不是太清楚 因為扔中指 就不是 這麼簡單 會發生的 這個 Nutron 的 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會發覺 做科學 我們會發覺 它有兩種 的 方法 去做 大致上 有幾種方法 我會講到的 就是 你們中學會學到的 有兩種 一種就是扔中指 和扔質子 那個叫Alpha Decay Alpha的衰變 叫Alpha 這個是希臘的第一個字母 有另一種 當然是鎖角 大家知道 有Alpha 就是有Beta 有一個就是Data 的衰變 第二個字母 就是第一種衰變 和第二種衰變 大家知道 第三種衰變 其實是Gamma Gamma就不會在這個圖上顯示出來 因為Gamma 不會改變中指數 也不會改變質指數 Alpha衰變 就是 就是 向下 就走兩格 向左 又走兩格 這裡真的在講中學物理 大家是要學的 OK 向左又走兩格 向下又走兩格 就是它扔走了 兩粒中指 同時扔走了兩粒質子 出了這粒 我們叫Alpha粒子出來 Alpha粒子 所以就知道 沒有兩粒中指 沒有兩粒質子 就是說 這粒Alpha粒子 就是 有兩粒質子 還有 兩粒中指 大家已經知道 究竟這粒是什麼 如果 記得這個元素周期表 就是 所以這個是 Helium Gamma 它是有兩個正的 有兩個 充電 OK 這是何元之核 我們叫Alpha粒子 Beta粒子 Beta粒子 就會向這個 Data粒子 就是什麼 就會向右 而一格 這個是 這個叫減 減 減二減二 這裡就是加一 但是 也都向下 而一格 所以向下也是減一 就是什麼意思 它是沒有了一粒中指 但是多了一粒質子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將一粒中指 變成 一粒質子 再加 一粒 電子 對嗎 對嗎 那一粒質子 就維持在裡面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的原子核 突然間有一粒 本身是一個中指來的 OK 就是本身有一粒 是 是這個 淺色的 變成深色 變成 其實是深色 但是 放出 放出一粒 就電子出來 很小粒的 OK 就是這個過程 那這粒電子 就是這一粒 我們叫做 Beta的粒子 這兩個是中學會學到的 這個放射性的過程 出來 是不是 那 Nicolas問 嚴格來說 Alpha 可不可以當做Helium 是Helium的Particle 或者叫Helium的Nucleus 因為它沒有電子 它是 它是只有一個核在 是Helium的Nucleus 就是一個 氦原子核 你寫氦原子 是錯的 就是氦原子是包括電子 它是不包括電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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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這樣 還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 一些 反應 譬如 會 在這個 原子彈或者是一些 核反應堆裡面 就是靠 眼撞的 我們寫一些宗旨進去 眼撞 人造寫一些宗旨進去 撞散的原子彈 那些就不是叫放射性 那些就是人為出來的 我們不叫放射性 但是它撞出來的碎片 通常都是一些放射性的銅位數 就是不是一些正常的銅位數 OK 就是沒有放射性的銅位數 是有放射性的 那些就是我們所謂的一些 核廢料 那些就會自發 好像我現在所說的 經過Alpha Beta這些碎片 就去放這些Alpha Beta粒子出來 OK 那 那 對了 還未入到氣力 因為我真的要講清楚 究竟為什麼 有很多的誤會 這個放射性 和這個 輻射的關係 OK 那講到放射性 剛剛講完放射性 放射性就是這些 OK 那 什麼叫輻射 輻射這個字 非常之混合 輻射 因為輻射 輻射 輻射 這個字 在 它發明這個字之前 那時候 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 但是之後我們發現 輻射 可以是粒子 也可以是電磁波 終於講到電磁波 電磁波 電磁波 我們現在就 簡稱為EM wave Eatromagnetic radiation 或者Eatromagnetic waves 那 就 電磁波 那電磁波 大家知道是什麼 其實 你現在看我這段直播 你也是在看電磁波 你也是在接收電磁波 你的眼睛在接收一些 叫做光的電磁波 那 光波 我們日常所講的光 其實 其實 只是指可見光 OK 這個叫Optical 或者叫做Visible 的Light 這個是電磁波的一種 OK 大約是400 它的波長 就是它的電磁波 是Wave 不用我講了 講了就明白 Wave了 波 它的波長 就是Wave link Lambda 就大約是400個 納米 就是Nm 知道 七八個納米 左右 紅光就是700 紫色光就是400 OK 短過400的 那些是紫外光 長過700的那些 叫紅外線 全部都是電磁波 那你知道電磁波 除了可見光 還有什麼 就是我用 最短的電磁波 波長的電磁波 最短的那些叫什麼 最短的那些叫無線電波 其實已經 無線電波就是 是不是這個線 無線電 叫Radio 或者叫TV的Wave FM、AM 全部都是這些 就是之前說手機接收的訊號 再近一點 波長短一點 這些是以米去計的 它的電磁波長 OK 再短一點就是一些叫微波 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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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Microwave Microwave 再短一點 當然是去到這個 紅外線 紅外線 這個叫Infrared Infrared Infra 叫Red 就是在紅色以內 在英文裡面 其實是紅內線 OK 文字上的東西 沒有關係 再短一點的Wave 就是可見光 可見光 叫Optical 是的 再短一點 剛才說過 叫紫外線 或者叫紫外光 紫外光 叫Ultra Wild 再短一點就是一種叫X光 或者如果你有看到我的專欄 第一個物理商業行的專欄 我就是寫 發現X光那個人 拿了第一屆的1901年 諾貝爾物理學獎 那個叫輪琴 其實X光有個正式的 德文裡面 正式的名字 叫做輪琴射線 或者叫X光 我們英文叫X ray 再再短一點就是 我經常講的加碼射線 我研究的就是加碼射線 步 這些不關事 加碼射線 就是有名的最短最短的電磁波 叫Gamma Ray 你看到Gamma 就知道 其實我們一開始發射 之前發現這個放射線 的時候 我們這個貝克 剛剛說的貝克 是發現到兩種不同的 見不到的射線 一種就會被磁場偏轉 但大家知道被磁場偏轉 一定是要有電荷的 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定要是一粒粒子來的 因為 Wave是不會有電荷的 但是他發現了另外一種 似乎是直線穿過磁場 即是說它是不帶電的 那種它叫做Gamma Gamma Ray 他那時候不知道Gamma Ray 原來是光 不知道Gamma Ray 原來是EM Wave 5C的電磁波 所以他給了那個名叫Gamma 原用至今 我們現在發現 Gamma射線 就是能量最高的射線 從這裡過去 過去呢 就是越高能量的 OK 這個可見光 就是過去紫外光 這個漸咀越過來 就越來越高能量的 這個波長也都越來越短的 OK 因為之前我記得說過 能量呢 是跟這個頻率成正比的 而頻率呢 是跟這個波長呢 就成反比的 OK 這個 這個 叫普浪克公式 就是講這個光線的能量 跟它的頻率的關係 而可以改寫成光線的能量 跟這個光線的波長的關係 那你見到是成反比 就是說 越短波長 能量就越高了 那Gamma射線呢 就是波長最短最短的能量 就超高的 OK 那這些就是電磁波了 那但是電磁波呢 和剛才說的這些 這些放射性 放出來的Alpha Beta的粒子呢 都同樣地可以對人體有影響 終於入到氣獄了 那就是我一開始說的這個電磁 電磁的能力 那在這個波耳的原子模型裡面 如何才能電磁呢 就是 是不是要提供 譬如我想電磁這顆電子 我是不是要提供至少這麼多能量 就是這個 就是我要給它能量 它足夠由它身處的這一條軌道 跳到最高最高的那條軌道以外的能量 是不是 如果這個能量呢 是不是 我們叫做這個 這個EI 就是Ionizing Energy of Lead 這個電子的話 那我們就要 提供大過這個能量的能量 給這個電子了 是不是 對不對 那不一定是這個的 其實我不是這麼想寫這個 不是這麼想說這個 因為Ionizing Energy 其實是說 Ionize 一顆原子 最內的那顆電子 我們用這顆電子去做 例子 最內的那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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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能量差 我們就叫做 Ionizing Energy EI 我們只要 很簡單的 如果我們想用電磁波 使用電磁波 去電離原子 我們就只要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 照射 那些電磁波 去這個原子上面 而那些照射的電磁波 被照射的電磁波 它的能量 是要大過 這個Ionizing Energy 其中一個 你一定要記的 就是這個氫 氫原子核的 這個能量 就是 電離的能量 就是13.7EV 好像是 這個數字 就是要大過13.7EV 給它的能量 電磁波 就可以 電離 輕了 越重的原子 它電離的需要的能量 就越高 OK 所以 最少最少最少 最少 我們說 是可以 電離到 原子 的 這些 的 這個 的 電磁波 它的波長 或者它的能量 是有下限的 低過這個下限 的電磁波 是不能 電離任何東西的 OK 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 因為 一定要供應足夠的能量 才可以 扔走那顆 住在這一層 某一層 的電子 對不對 所以是有一個下限的能量 低過這個能量 就是你找不到 在這個 在我們 在我們發現到的 原子裡面 就是我們人體 都是由這些原子構成 對不對 你是不能電離任何東西的 可以 所以 不是所有 輻射都是 電離的 明白嗎 這個 就是 解釋了其中一個 而說 為什麼 經常說 無線電波 是非電離的 輻射 無線電 微波 也是 很多人說 微波爐 不要放那麼近 是很危險 這個是錯的 微波爐 危險在的是什麼 就是你放手進去 開機 那你就危險了 行不行 但其實你不關門 都沒有什麼影響的 最好 不好試 不過 你切了一隻手 關門 放進去 那隻手有沒有影響 都沒有關係 都切了出來 是不是 微波爐的危險性 不在於它的電離能力 因為它是沒有電離能力的 OK 你點電 你照下去什麼 這個世界所有的物質 它都電離不到裡面的電子 行不行 明白嗎 無線電 都是 無線電 它的波長 是比微波更短 是不是 它的能量 是更低 是不是 對不起 無線電 它的波長比微波更長 是不是 那麼它的分母長 分母大 能量就低 對不對 所以無線電 都是非電離輻射 不能電離任何東西 OK 這個是它的命運 它伸出來是微波 電磁波 它已經肯定了它這一輩子 都沒有可能可以電離任何東西 行不行 明白 所以 手機用的無線電波的訊號 是非電離輻射 所以如果就是 好像某些 某些不負責任的傳媒 現在很強調 很憤怒的 這個無線電 是會不知影響別人的細胞 是錯的 影響不到的 因為它直穿過的 OK 行不行 對人對它 是透明一樣的 如果不是 你試一下回去 抱著它 你抱著它 看看會不會收不到電話 不會 是吧 它連牆都穿到 你的人算是甚麼 是吧 為什麼 這就是完全沒有關係 為什麼 這些電波 可以穿透到 一些物質 為什麼 可見光 穿不過人體 穿不過鳳牆 因為它的波長問題 它的波長 即是我們人 刺馬近 我們人 就這麼闊 我們人 這麼闊 人多闊 最多 最多 三四十cm 最頂盡 但是 這個無線電 它的波長 已經比我們人體的闊度 它的波長 就是這樣的 那你說 會不會被它擋得住 對嗎 對嗎 對於 對於 無線電波來講 人是一顆微塵 你是不會阻礙到 這麼大的波 去穿過來 OK 行不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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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絕對是廢話 現在非常憤怒 OK 但是 電離不一定要用電磁波 OK 即是說你照X光當然會 X光能量很高 就真的是電離輻射來的 OK 所以照X光的人員 醫護人員 都要 不會跟你一起在同一間房間照 例如你去洗牙都要照X光 你的護士會走的 走出門 就是因為它照X光真的對人體有害 但是你手機不是用X光 可見光都不會有害 有沒有人說過會看著盞燈看得太久會致癌 不會的 行不行 行不行 紫外線就會 所以你不要照太多太陽 是對的 但是紫色光都是非電來的 行不行 所以有些人說什麼看藍色光是有害 都是全部廢音 那些是神棍 那些是騙你錢的 告訴你 我現在是得罪人的 告訴你 有些什麼來找我 你夠膽跟我說 即是找那些神棍出來 夠膽跟我出來 是不是 剛剛 好了 講完這個了 有些就是 這個 這個 不是電磁波 它就是一些 剛才說的 放出來的一些 粒子 帶電粒子 它都會電離 而它電離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的粒子 譬如 有一個原子核 譬如是人體的細胞 那它就會撞 這些alpha 或者beta 的 particle 就會撞過去 這些原子核 或者是 在它旁邊飛過 OK 通常它是飛過 不會撞得中的 在它旁邊飛過 但是它是帶電的 所以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 你想像 這個alpha 是帶兩個正電的 那它 這顆原子核 它外圍有很多電子圍繞 那這些電子就會 譬如你旁邊 嘩 一聲有個alpha 飛過 帶兩個正電的 那這兩個正電殼 是不是會吸引到 這些負電殼 電子帶負電殼 那這些電子就會被它撞掉 行不行 這個純粹是撞掉 用電去撞掉 那些原子核裡面的電子 就是原子核外圍圍著的電子 所以就會電離到了 行不行 明白 所以這些放射性 譬如這些同位素 是真的有害的 對於人體 因為它真的是電離輻射 所以我就說回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輻射這個字眼 就是原本是因為發現到alpha beta 加麻 而發明出來 應該是 或者是借了這個字去形容這幾種的輻射 但是最後原來發現 原來加麻是電磁波 而alpha beta是粒子 所以就搞到現在很混淆 行不行 有些人就以為是vadiation都危險 是什麼什麼都危險 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可以叫可見光做vadiation 是同一個概念來的 光來的 對不對 現在有些純粹是字眼的問題 搞到大家很混淆 所以就不要再錯了 我講完之後 那電子呢 帶有一個負電 它經過的時候 它不會吸引到這些電子 但是它會 負負相斥 這些電子 它就會 推走了 有機會推走了原子裡面的電子 所以都是電離的一種 行不行 但是呢 對了 但是這兩種的 不是說有這兩種的字 是很可怕的 其實不是的 因為呢 你可以知道電子 其實是很小的 是吧 就是vadiation很小的 那它是很輕的 它呢 也很小的 它可以輕易穿過 一些很薄的紙張 所以是 vadiation的穿透力 是比α的穿透力 是比α的穿透力 那加上 不用說 加上是加上射線 穿透力是最強的 是不是 連圓也不能碰到 現在幫你溫一下中學物理 alpha 如果你想隔離αパリation 很簡單的 用一張紙 這麼薄 就能隔離 可以嗎 因為它很重的 它走得比較慢 它走的速度 大約是5%的光速 很慢的 5%光速 可以嗎 對於這麼小的粒子來說 它走得很慢 一張紙就能擋到 而β呢 你用錫紙 都能擋到 ok 用錫紙 或者厚一點的紙 你用本寶 都擋住了 所以 但是β的危險性 所以是高一點 因為不是說 那麼容易擋 但是其實都頗容易擋 行不行 alpha呢 除非你吞了肚 如果不是呢 對人體 是沒有任何危險性的 可以說 它是穿不透你的皮膚的 ok 行不行 那加麻呢 就要用圓 ok 要用圓都未必擋到 就是很厚的圓 大約是5cm的圓 這麼厚的圓 才可以夾到一半劑量的這個加麻 所以就 加麻很危險 因為加麻 你打中任何原子 都一定電離到 行不行 那麼加麻是真的危險的 而β是少少危險 不是少少 只是頗危險 alpha就是少少危險 除非吞到肚 你吞到肚就糟糕了 因為它是兩個症的 其實它的電離能力是比β強的 雖然β的穿透能力是比α強的 但是你吞到肚就糟糕了 因為它是兩個症的 你吞到肚就真的超級糟糕了 死得人的 ok行不行 明白 這些就是放射性的危險性 放射性的危險性 說多一次重複 不斷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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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 在這幅圖上面 它的同位數 因為它 想符合低能定率 變成其他的元素 或者變成某些同位數 其他元素的同位數 而放出一些不同的粒子 不是只有αβ 但是最常說的是αβ particle 這兩隻是帶電的 所以它們是會有電力能力的 ok 還有加麻 加麻也有電力能力 但是加麻就是靠這些 直接打中的原子 令到那顆電子 吸收了這顆加麻的電磁波 而跳了出去 但是αβ就是靠它們 飛過的時候的電磁力 吸引或者柴斥了電子 令到它們的電力 一樣會令到電力 ok 所以為什麼放射性是真的危險 而輻射並不一定危險 可以不可以 由這裡開始 可見光 去左邊 就是越來越低能量 越來越短 越來越高 長波長 或者越來越低頻率的光 是沒有危險性的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你 就是你 你看著電腦屏幕 最多是你弄得眼睛有問題 而不會令光電腦 發出來的可見光 不會令到你止癌的 可以不可以 明白嗎 明白嗎 現在很勞氣 可以不可以 紫外光 有一部分的紫外光 能量高一點 是電力 可以電力的 那些是有危險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皮膚癌 但是有一部分的紫外光 都不一定會電力 可以不可以 安全的界線 是滑在紫外光的中間 明白嗎 說到口水光 先來喝杯 看看你們說什麼 我沒有iPad 要站起來 看看你們說什麼 Troy說什麼 跟著波一起震 什麼震波 哦 物質打入水分子會更震 你說微波 就是微波爐 為何可以煮東西吃的原因 就是 微波危險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變來 是因為它被 擁有同一個共震頻率的物質吸收了 OK 而微波 某個波段的微波 它的頻率 是跟水分子的共震頻率一樣 所以它會很容易被水分子吸收 所以為什麼你去釘東西的時候 那些人說 如果你的東西是乾的 OK 是放在雪櫃冰格很久的 你要淋一點水上去面頭 就是因為你要令到它 那些水分子震 它震的時候就放熱 震的時候能量震 這樣就有能量 對嗎 那就是煮東西吃 所以也都是 為什麼 那些人說 千萬不要放一杯水進去釘 因為那杯水就吸收了能量 但是 杯水吸收了能量 你可能以為它就會蒸發 其實不會的 你放在微波爐裡面 它不動 吸收這些微波 它會令到它的水溫度 是高於攝氏100度 都不會蒸發的 OK 這些叫做Super Heat 這樣的時候很危險 因為你一動它 你一拿一杯水出來的時候 它就突然間受到一些外來的刺激和震動 就會馬上一杯一起蒸發 你一拿到面上就蒸發 那整個面就灼傷了 所以為什麼千萬不要釘液體 可以嗎 但這跟止癌是無關的 你釘一杯水 不是最多都很危險 是灼傷的 可以嗎 是會燒傷的 都很嚴重的 但是是不會止癌的 OK 這次真是講到此馬更講到 終於找到一次直播 可以 其實已經算是罵人了 但是我沒有指名到性 你知道了 如果大家有朋友 是信了 親民戚友 就可以播放我這段片給它看 OK 如果他有興趣看得完的話 林康說 看藍光是眼睛不舒服 是啊 微波接近水智這種頻率 是啊 剛才說了 水分子共振 很多人都知道水分子共振 是啊 康枝榮也是剛剛 Keng Wu說 我想知道微波是什麼原理 原來你們回答他 麻煩你幫我回答了 Laser原理差不多 林康說不是 Laser不同的 我們遲些再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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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大家都很懂的 非常之好 我看到大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DSE變成Elective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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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E變成Elective 有沒有搞錯 出煙膜變成Elective 有沒有搞錯 我不知道 這個真的是 為什麼丁杯麵沒有事 因為杯麵少水 其實是有事的 你不可以整杯丁 但是你杯麵 如果你的杯麵只有兩條麵 那整杯都是水 那當然有事 你的杯麵如果有很多麵 那它的時候 它就會蒸發到 因為它裡面是有雜質 即是你杯水裡面有雜質 那些雜質就是杯麵 那些麵就是雜質來的 OK 那雜質上面 就會令到水去蒸發的誘因 其實你杯水如果太 pure 是很難蒸發的 因為裡面沒有雜質 有雜質的時候 譬如在塵埃裡面 它就會 水分子就會在那裏形成氣泡 會在那裏開始 滾水先的 譬如你去煮杯水 所謂煮煮水 你去煮滾水 那時候 你會發覺 那些氣泡 即是你一邊開始煮的時候 當然是由下面開始 滾上來上面 因為你煮水 那個熱在下面 但是你會發覺 它不是整個煲底一起滾的 它是某些地方會有氣泡的 那些地方 其實是你的煲底的凹凸不平 的地方 是很細微的凹凸不平 就是因為那些煲底不平 令到那些水分子 喜歡在那裏滾 OK 行不行 說了超多 OK OK 知道嗎 所以就是這樣 最後想說 有些放射性的 輻射 即是放射性的粒子 我講粒子 就不是 就不帶電的 就剛才我講的 Alpha Beta這些 其實是Electron和Proton Proton就是正這個負 這個有兩個Proton 剛剛 就是兩個Proton 有些真的會放Nutron 那些就是在人工的核彈裡面 或者核反應器裡面 會看到多 Nutron Nutron 非常危險 有聽過有一種核彈 叫中子彈 中子彈是非常恐怖的一種核武 我不知道是不是禁用的 不過其實這些禁不禁用都多了 這條約 你真的打仗的時候 哪個鬼 中子彈會放中子 中子是電中性的 中子不帶電 所以它是可以很輕易地打散這些原子核 為什麼 因為原子核是帶正電的 這個質子 就是這個alpha particle 或者質子 一個Proton 越接近這個原子核 它感受到的電的排斥力 越大 因為這個大正 你打進去的質子又大正 它這兩個就是排斥 互相排斥 很難打進去的 但是中子直接打進去 因為它感覺不到它的電力 一打進去的時候 為什麼 一個比喻就是好像開槍一樣 一下子射進去 中子就是一顆子彈 一下子打進去的原子核 就會把它打散 散了出來的就是 輻射性的同位數 有放射性的同位數 這個比喻不是太對的 因為快的中子 反而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是走得越慢的中子 就越危險 因為其實它不是真的打散 它 那個物理就是 一顆中子 就會被一個這樣的原子核 加了一個原子核 它就會被它黏進去 它會由這個原子核 一顆中子 它就會變成一個 一顆原子核 黏住了這顆中子 行不行 其實它不是打散 它是黏住了 而黏住了是什麼問題 看到了 黏住了是不是變成同位數 黏住了一顆中子 就是中子數多了 中子數加一 變成同位數 變成同位數之後 這些同位數 通常都是很不穩定的 為什麼 因為低能定律 行不行 無端多了一顆 沒有關係的東西 還不是多了能量 還不是很麻煩嗎 它不喜歡的 大自然 喜歡低能的 所以它就會分裂了 明白嗎 其實是黏住了再分裂 所以越慢的中子 就越容易黏住 知道嗎 所以在核反應堆裡面 其實是會用一些 輕的元素的液體 去減慢中子的速度 令到它加速 反而是加速 不是減速 這個核反應的速度 行不行 明白 你要停了核反應 唯有吸了中子 用某些特別的元素 可以吸到 譬如在中學學過 是B 波浪的一些核金 是可以吸到中子的 OK 但是用水 反而 譬如你加水 那些中子穿過水 是會被它減慢了 但是會更加危險 行不行 所以中子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 中子是感覺不到任何的電磁力 所以它對於物質來說 可以說是直接穿透的 OK 直接穿透 直至它怎樣 直接去打中一些 很輕的原子核 這個就是我講回上一次講的 牛頓力學 是一些越輕的原子核 就越容易減慢 中子的速度 為什麼 就是因為 這個動量手痕定律 如果你計算動量手痕定律 你會知道 如果兩個MAS 它的大小是差不多的話 它就會比較容易傳送這個能量 或者動能 動量 OK 但是如果你覺得中子 很小的MAS 打到一個很大的原子核 它最多是怎樣 是反彈的 它會彈來彈去 行不行 如果它沒有被吸收到的話 它會彈來彈去 這個情況就好像 有一個保靈球 有一個保靈球 打到那個BPMD 會怎樣 會不會保靈球押到 呀 兩次彈開 原本的乒乓波的能量減低了 減慢速度 為什麼呢? 宗子會給一些很輕的元素 或者很輕的原子核 減慢速度 行不行? 那裡沒有氣了 行不行?明白 所以這次就解釋完 希望解釋完 一次過一條片解釋完 所有東西 什麼叫輻射 什麼叫電離輻射 什麼叫放射性 全部都解釋完 行不行? 想試它 就是這些 剛剛 明白 那就 看看有沒有問題 Brian 用中指 在核反應堆裡面 或者在核彈裡面 其實是用中指去引起連鎖反應的 但這跟我們今天講的無關 如果你問我中了原子彈會不會致癌 你就是白癡 你在原子彈旁邊 在你爆 你就會死硬了 但是當然 你的原子彈 譬如你很遠 原子彈爆炸 的話 它的加碼射線 都會 即是 會破壞到你身體裡面的細胞 都會令你治癌 即是在廣島 長期 有些原子彈 原爆的生產者 很多都是治癌 即是很多都是生癌死的 OK 行不行? 明白 放射性也是 放射性也是生癌 即是會令到你生癌 或者會令到你有其他身體的影響 這個居禮夫人 她的死因 我先檢查過 居禮夫人的死因 是一個貧血的症狀 是因為她的細胞發生變異 因為她研究了太多放射性的物質 令到她的骨 是生不了一些正常的紅血球出來 還是 不知道是白血球之類的蛋白質 我不認識了 我看到Tom在那裡 Tom Chang Tom Chang是我的中學同學 是醫生 他認識這些東西 很厲害 Tom Chang 他應該可以嫁得到大家 可以嗎? 還有什麼? Tom Chang有說話 I miss learning about atomic physics 我也 miss 做中學生 誰不 miss 中學生是最開心的 中學時期最開心 不可以丁雞蛋 我不知道 真的 Ken Wu 是否不可以丁雞蛋 我真的不知道 雞蛋可能有太多液體 可能是不能丁的 你也可能覺得對 雞蛋有很大部分都是水 不過我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要做個實驗才知道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自己做 戴著頭盔 放核彈也不要做 如果你有核彈的話 但是打電話是沒有事的 最多是令你有肩周炎 即是你夾著電話 現在都沒有人夾電話 開聲音 或用耳筒 那些 講了電話太多也不要 沒有了 但是就不關智岩事的 看有沒有人說 有什麼問題 看回之前的 我現在沒有iPad 所以要站起來 有些人說 Kurtis說 雞蛋要丁下攪下 可以做個炒蛋 是嗎 其實我不會做炒蛋 謝謝你 丁的嗎 我真的不會 丁蛋 感謝 Kurtis Chan大大提供食譜 Tom Chan回答 我這些真是 班門弄虎 他說 如果 ACCUMULATION OF RADIOACTIVE ION 就是飲在我身體裏面 身體裏面的 是很嚴重的 當然 因為他在你身體裏面 不斷地電離 你的身體裏面的組織 但是他說 這個 Casinogenic is a random process 是不是 生癌症的 癌症學 我不知道這個字是為什麼 Casinogen 是 Casinogen 是嗎 Casinogen 脂癌症 對呀 脂癌症 很厲害 TOM CHEN Bingo 感謝 感謝 對呀 但是龜義虎人是這麼死的 那麼 費曼 很多 有份研究意見的時候 在美國研究這個原子彈 製造原子彈 那幫科學家 都是因為 都是生癌死的 費曼也是生癌死的 那 就是 對呀 他那時候就接觸了太多 這些 這些放射性的東西 是不是 他那時候 我看他的書 他說 費曼說 那時候他有個放射性的同位數造成的 一個金屬球 重金屬的放射性的同位數的球 放在研究所的門口 每個人一走過就摸一下 是因為他會發熱的 為什麼會發熱 因為他裡面 不斷是那些原子在衰變 放出能量的 你想像一下 其實是你不斷每天摸那個 放射性的球 那就不生男子旗了 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現在幾點 講了多久 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講過了一個小時 不好意思 大家要睡覺了 乖孩子 是不是 很乖的香港人 明天要上班 明白 那今天講到這裡 燃狂說 放了放大的發射站 都是沒事的 對於自由來說沒事 他不會電來的 有沒有其他影響就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不會電離 行不行 所以他不會致癌 OK 還有不是每個癌症都是因為電離的 有些癌症不是因為電離而發生的 OK 不是說你生癌症 就是因為你接觸得放射性太多 不一定的 是不是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電離 電離輻射會致癌 但是不代表你是癌症 就是一定是因為電離輻射 明白嗎 是不是 這個也是 有癌症就是你爸爸 是不是有癌症就是你爸爸 是不是有癌症就是你爸爸 你爸爸有癌症 但是有癌症不一定是你爸爸 這個是很簡單的邏輯來的 那我就懷疑 有某些香港的 或者外國都是傳媒的人 會特意混淆視聽 就會說出這些不符合邏輯的說話 就是用這些語言來癌症 行不行 那大家不要被他們影響到 明白 要有獨立思考 是的 Tom Chang說 Diet and smoking is more dangerous 沒錯 其實酒精都很危險 好 那真的講到這裡為止 這次講到很長時間了 講到口水都乾了 希望不會喉嚨痛 好了 那大家做乖孩子快點睡覺 早安 大家晚安 是不是 完